欢迎收听我当鸟人的那几年第251集 说罢以后 那崔先生便一只手抓着绳子 一只手向后伸出 刘雨迪慌忙走上前去 哆嗦的抓住了他的手 两只手就这样的握在了一起 崔先生的手炙热无比 而刘雨迪的手却是一片冰凉 他俩的手紧紧的握着 似乎是这个世界上最牢固的枷锁 将两人紧紧的连在了一起 只见崔先生说道 露水给我上 按照这钱挂的图形 撒在绳子上 那五只胡仙 既然能够接近这个阵法 就说明是有一定的道行 他们会议 于是便要行动 可就在这时 那刘雨迪忽然说道 不行 不能这么做 什么 崔先生紧锁着眉头 只见他一边喘着粗气 一边问了刘雨迪 为什么 你想到了什么 讲的是华夏文明 波兰浩瀚 五十余载岁月长河之中 不知沉淀出多少的真理 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说起来虽然有些夸大 但的确如此 不管在什么时候 职业不过是混饭吃的本事 而职业的诞生 则尽数出自于需求二字 比如 你想要不被饿死 就要吃饭 于是就有了卖米的 可是 你想买米却没有钱 有的人就旺盛了邪念 强强豪夺 强盗就诞生了 有了强盗 自然也就有了抓强盗的官差 这就像是一个铁链一般 一环套着一环 生生不息 而人忙碌一生 终究无法逃脱一个死子 此有很多种 善忠或者亡死 亡死者留恋人士到处害人 于是天底下就又出现了一种抓鬼的职业 这种职业在传说中以道士和和尚居多 但是正所谓僧多周少 职业干这个的毕竟只是少数 于是乎民间就出现了一些得了本事的老百姓 他们可能出自各行各业 但是却拥有着一些奇术异能 隐于世中斩妖除魔 这些普通的人后来都有了统一的称呼 是名为阴阳先生 自古以来 佛道皆为正宗 但是阴阳先生这种职业却不是如此 他们更类似于大杂会般的存在 最初的时候 他们是佛门或者道家的还俗子弟 身小学学方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就融会了各家所长 慢慢的有了自己的风格 不道不服却又可道可服 各自的本事不尽相同 有的以密宗法门 有的则是以玄宗道术五花八门 所以说他们是没有特定的本事 在古时候这种职业很是盛行 因为其接近生活 那时候交通不发达 谁家要是沾了协会议证之类 哪有什么功夫去什么山上请道士和尚啊 即使请回来 病人多半也都臭了 所以呢 就只能请周围的阴阳先生什么的 帮忙取邪 阴阳先生们的本事 很是复杂 咱之前讲过 简直就是五花八门啊 我们这里呢 单说说这三清书 三清书全名为三清不依天书 具体出处已经无法考证 不过据说是道家祖师三清遗留人间的密法图卷 全书分三本 即补卦符咒 以及奇门遁甲的玄妙所在 据说呀 如果能够完全参透这三本书的奥妙 则可以脱离凡胎 尔登彼岸大道 在阴阻阳叉之下 这三本道书密典书 各自落入了那些民间的阴阳先生手中 时过境迁 在这个现代 三本三清书的传人 由于命运的安排聚在了一起 经历了多次生离死别后 只剩下了刘以迪 崔先生 以及一新兴三个人 还在继续着这条阴阳先生的末路 咱们书归正传 崔先生本来想按照这之前的计划 将露水涂在绳子上 然后呢 放手一搏 可是那刘以迪却阻止了他 崔先生一愣啊 他刚想继续追问 只听到耳边传来了一阵咔哗巴的巨响 原来是那块大石头所发出的声音 那块大石头竟然开始军裂 照这个石头来看 拔尸出土已经迫在眉睫 由不得一丝的犹豫了 崔先生握着刘以迪的手 然后转过了头去望着他 只见了刘以迪对着崔先生有些迟疑的说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 但是我能够预感得到 这么做一定不行 崔先生刚想说话 只听身旁的易新星大声喊道 卧槽 不行了老崔 赶紧的要爆了 易新星到了此处啊 鼻子里面的鼻血就跟自来水似的喷出来了 真搞不懂 为什么他鼻子里面的微细血管会如此的脆弱 他害怕自己现在喘气会呛到 于是只能张大了嘴巴不住的吸气啊 只见那偌大的阵中 阴阳二气已经完全失调 那股妖气已经强压过来 并且开始吞噬起了两人的道行 那崔先生擦了一下眼睛 然后一边苦苦支撑 一边对着刘以迪说道 那该怎么办呢 只见刘以迪摇了摇头 然后哭脏着脸说 我也不知道啊 我只有不好的预感 却不知道要怎么做 他的预感一向很灵啊 崔先生此时的体力都要快被抽干了 以至于双脚不住哆嗦 全靠一致苦苦的支撑 他苦笑了一下 同时心里没想着 这丫头的预感一向很准 因为他天生的命格异于常人 如果他没有好预感的话 那就一定要坏菜啊 可是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么干挺着 估计一分钟不到 这个阵法就先报销了 到时候那可就真坏菜了 哎 等等 也不知道为什么 汉河得水啊 在相书之中讲的是 一池荷花 遇到罕见的汉灾之时 池塘干河 荷花呢 眼看着就要尽数凋亡了 可是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忽然天降甘露 池塘再次储满了池水 荷花奔死复生 而刘雨迪所代表的不是荷花 而正是呢 甘露之水 您要不明白这段书啊 您可以去听上一部 我当阴阳先生的那几年 那边呢 有记载 正所谓是听不着开头 您不知道这件事的始末缘由 听不着结尾呢 您就不知道这事的归根结底啊 所以呢 您要是想了解详情 您就去听 我当阴阳先生的那几年 咱们继续来说 这个我当鸟人那几年 这个刘雨迪 也是出自阴阳先生世家 当他刚出生的时候 他的大爷啊 就曾经为他批算过命格 说他的一生注定为 汉苗得六语 正是解灵人 本来这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了 他的那个大伯也挂了多少年了 可是这一段记忆 被崔先生再一次想起之后 他却觉得有些蹊跷 想想刘雨迪的那位大伯呀 也是一位奇人 虽然不得善终 但是他的捕算之数之高 恐怕现在的刘雨迪都比不过呀 就连他自己的死期 那都是自己算出来的 所以说 他的话应该不会是忽悠人的 这个汉苗得六语 正是解灵人 汉苗 语 解灵人 在危机关头 那五位胡仙 没敢轻举妄动 只是站在了他们的身后 而崔先生的大脑 开始了高速的运转 他忽然觉得 刘雨迪就是阻止这 拔尸破土的关键 因为它是水命 还不是寻常之水 是止汉之水呀 而汉河得水之中 水既然就是他 这个荷花就应该代表着 云云众生了 荷花是美丽的 但是干涸之前 却变得一场丑陋 这也正应了现在的情形 一定是这样的 那就是说 冥冥之中 还是需要他的某一个正确的决定 才能阻止汉拔破土吗 崔先生想到了这里 便没有再犹豫 只见他大声的叫道 是了 一定是这样 丫头 赶紧告诉后面的五位 两整四段 老义 拼了 是爷们的 就跟我一起再停五分钟 两整四段 讲的是卦象的一种 也正是刘雨迪的本命卦象 叫地风观 刘雨迪听崔先生这么一说 慌忙转身 一边拉着崔先生的手 一边用鞋子 在地上刷刷刷的 画了两条长线和四条短线 而一心心听到崔先生的话以后 则又喷了一股鼻血 然后大声的叫道 是爷们 就坚持五分钟 放心吧 我站着放水 他此时还有说俏皮话的精神 看来还真的能够挺下去 而那五位胡仙看到了刘雨迪所画的图案以后 都点了点头 记在了心里 这时候崔先生大喝道 五位大仙赶紧照着这个图案 在绳圈四周用露水画出六个 没错 汉苗得六语就应该是这个意思了 崔先生心里面感叹 刘大叔 刘大叔 你真是个奇人 虽然你死了好些年了 但是真没想到 居然在这等着我们 多亏了你 正常人拯救不了世界 有谁想过拯救这个世界的居然是一个傻子呢 眼瞅着阵法就要瘫痪了 那五位胡仙不敢怠慢 于是那捧着露水的胡仙慌忙掀开了灌盖 然后用妖气控制着露水 掀在刘雨迪的身后画出了一个规则的挂像 与此同时 只见另外四名胡仙同时一伸手 那罐子里面的露水立刻又飞出了四道 被妖气固定在手掌之中成了一个水球 他们彼此点了点头 然后四下飞到了绳圈的四周 几乎在同一时间又完成了五个挂像 果不其然 这看似平凡的露水 但是落地之后 竟然没有被这罚氏的煞气红干 月光洒下 这六个露水化成的挂像 竟然散发出了淡淡的光芒 崔先生只感觉到自身所泄露的气慢慢的减少 而那阵法之中的阴阳二气相斗的 也不再像刚才那般的激烈 崔先生心中大喜 心想着果然是这样 看来自己是压对了 原来崔先生之前想的还是太过于简单 本以为 只要通过这一阴一阳两种气就可以完成这个史无前例的阵法 可是他却遗漏了一样东西 那就是这拔尸的气 要知道这拔尸的气可是煞中之煞 而他此时又是在阵法当中 预感到了危险之后便开始了强烈的挣扎 他所散发的气虽然和这两种气不同 但是说到底也是邪气的一种 而且崔先生和一新星两人此时全心布阵 根本就没有余力去防备这股煞气 所以他俩才会伤得这么严重 本来就体力透支 外加上煞气入体 以至于打乱了双方之间的平衡 现在好了 由露水所组成的挂象 将那拔尸的气牢牢的锁住 以至于他不能再将煞气外泄 果然 崔先生只感觉到四周的风都渐渐的停止了 气温也有所下降 崔先生和一新星目光再次相交 两人此时看上去全都狼狈一场 但是毛子之中却散发着雪亮的光芒 来吧 他大爷的 八师啊 给我重新回你的图里 再改造几年吧 借助着露水挂象的力量 两人将浑身上下最后的一丝气 注入了这阵法之中 终于那阵法平静了下来 可是阴阳二气却并没有按照着 他们之前所预料的那样 呈现出阴阳鱼的图案 一波未平是一波又起啊 崔先生顿时傻了眼了 怎么怎么都到这一步了 还不行呢 到底是差在哪了 指尖的阴阳二气虽然不强烈的抵触 但是却依旧在互相抗衡着 就像是两个有着杀父深仇的宿敌 始终是不肯妥协 而那阵中的拔尸 似乎已经察觉到了自己的气 无法外泄 竟然挣扎得更加激烈了 只见那块巨大的花岗岩 咔咔地往下剥落着石块啊 那天上的雾气再次的弥漫开来 与此同时 崔先生忽然发现 一道寻常人看不见的光滑 破开了迷雾 从云层中射下 落在了遥远的方向 紧接着 轰隆一声巨响 那阵中的花岗岩竟然炸成了碎片 飞沙走尸之间 只见到那大石所在的土壤之中 突然伸出了一只好似肉干一般的胳膊 他五指不停地张开 又握紧 拔尸终于要破土了 失败了 崔先生和一心兴两人苦苦地笑了一下 虽然他们不想承认 但是这确实已经成了定局 要知道他们现在估计 连挖鼻孔的力气都没有了 而阵法中的阴阳二系始终没有相生 拔尸已经出土 他们都难逃一死 说到底 这还是崔先生他们 与那三位野仙的实力差距所造成的 尽管阵法按照着可行的方式运作 但是他们之间输入的气不能完全一致 那三位野仙所注入的妖气 大于崔先生和一心兴的道行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阴盛阳衰的迹象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崔先生他们尽力了 尽了全力了 却依旧无法阻止命运的捉弄 崔先生眼见着拔尸出土 而自己却无法阻止 更悲剧的是 那阵法再次呈现溃败的迹象 阴气再次吞噬起了阳气 要引发爆炸了 崔先生苦苦一笑 他低下了头 然后心中闪过一丝酸楚 他并不害怕 因为此时的他手上正牵着亲爱之人的手 他们的手紧紧的攥在一起 没有放开 是啊 有多久没有这样的牵着手了 我们一直说不能违抗命运 不能违抗命运 然后就慢慢的胆小起来 我们总是顾忌太多 从而忽略了对方 直到此刻手心上传来爱人的温度才发现 原来幸福根本就不远 为什么我们之前都没有好好的把握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要给自己找各种理由呢 就在拔尸破土 阵法失败的前一刻 崔先生若有所思的转过了头去 然后对着刘雨迪微笑道 放心吧 这一次我不会放手了 刘雨迪也含着眼泪微笑着说 我等不了下辈子 即使是地府 我也要和你在一起 崔先生点了点头 此刻似乎天地都跟着安静了下来 也许这就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吧 崔先生闭上了眼睛 都说人死的时候 脑子里面会像是倒带一样的回顾自己的人生 崔先生以前不相信 虽然他也曾经数次面临死亡 但是他的结论是 这种时候一般人只会想着如何逃生 哪有那种功夫回想过去呀 很讽刺 这一次他有了 即使他现在想跑也跑不掉了 因为只要他一撒手 整个阵法就会瘫痪 大家全都会在眨眼之间 被阴阳二戏炸得粉身碎骨 只希望能连同的拔尸一起炸死吧 哈哈 崔先生无奈地笑了笑 也罢 现在就来回想一下我的人生吧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普通的掉到人堆里面都认不出来 一张略为猥琐的脸 甚至还有点小缺陷 一边脸的表情延迟五秒钟 是因为接受了长天庆的妖气造成的 我从小就很倒霉 小时候身体弱 总是挨同龄人的欺负 等到高中的时候差一点死去 在一个叫做阴世的地方遇到了我的师父 从此我的命运就开始了改变 有的时候我还会幻想 会不会我就是在做梦啊 要不然怎么会遇到这么多离奇古怪的事情呢 妖魔鬼怪 嬉笑怒骂 事态炎凉 我遇到过女鬼 僵尸 妖怪 还下过地狱 一次次的面对生死 一次次的死里逃生 忍受着寻常人无法忍受的命格 体会着寻常人体会不到的人生 这样的一生算不算是精彩呢 算了 这些也不重要了 如果有来生的话 真不想再这么麻烦了 真想抛弃这一切 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去一个没有烦恼的地方 就像是三清书之中的那个境界 那么崔先生他们究竟死了吗 当然没死 他死了 我说谁去 那既然没死 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又会出现什么样的转机呢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再联系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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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